不敢言书的秘密 我欠别人钱一百万 一百万 把这杯酒得干了啊 被人摆了一刀 咱俩的事我老公不知道 深所心底 爱与责任交织 千万别跟我说什么话上 否则的话你懂的 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你说你 图法栏目剧 信任与猜忌上级 正在播出 杨姐来两根笔啊 加在你家床上啊 干啥呢 干啥呢 你说 咋开的车你 你喊什么 你吹给我下来 我拖你了 快 别吼 你吹不吹是不是 怎么了 警察上场 快吹 你跟他人好了多久了 你说你 我那天 我那天确实喝了很多酒 可我真记不得 我真记不得我跟他两个那事 我凑了一些钱 你先拿着吧 老公 千万别不说什么话说 否则的话 你懂吗 我这次不仅要教训你 还要命花她的脸 我告诉你 组织的一家一要什么三成两种 我跟你没完 真是 没有用的 杉姨 杉姨 您好 您找最好的电话 你先拿 看普法故事 评演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持人 图画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新的故事 叫做信任猜忌 我们来看上集 主人公叫做周征 是一个踏实勤奋的男人 他因为这一点 心得女孩良雪 两个人结婚后感情很稳定 在很多年前 周征有一个女朋友 叫做李嘉宜 两个人很深爱 但是因为周征条件不太好 所以说李嘉父母 没有同意他们的婚事 把他们强行给拆散了 而当时 李嘉宜已经是怀有身孕 但是面对父母的强烈反对 他和父母的那个高级的男人 结婚了 李嘉宜不得已到医院 把那个孩子给打掉了 而另外一边 周征因为此事更是心痛不已 他们俩因为对那个孩子的愧疚 就约定每年的三月十号 定为那个未出世的孩子的忌日 我快到了 你呢 妈妈给你带了玩具 妈妈给你带了玩具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如果你还在的话 现在也应该已经上幼儿园了 四年了 妈妈有了自己的家庭 也有一个对妈妈很好的社区 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怎么会不来呢 不是没定好了吗 我一直在做这些害怕 这就是你要带了 我早就买了 我早就买了 那是最后一眼 小子 我早就买了 最后一会儿 我早就买了 我早就买了 家音 咱们约定好 不管咱们分开以后 更是一半生活 过什么样的生活 以后 每年的今天 咱们都回来 看看咱们的孩子 你干什么呀 还没点呢 怎么了 忘带火了 你今天怎么回事 没事 没休息好 没休息好 至于那么魂不守舍的吗 你就别瞒我了 依我对你的了解 你肯定是遇到什么事了 而且 这事情应该还不小 没事 真没事 你说呀 我欠别人钱 一百万 一百万 到底怎么回事啊 跟梁雪结婚以后 她爸就把公司交给了我 她那生意多了 见的人也就多了 也知道 我这个人 没见过什么事 没见过什么事 动不动就跟人掏心窝子 结果 被人摆了一刀 这样哥 哥几个呢 这杯酒一块敬你一杯 祝我们大哥 心想事成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哥哥来 敬你啊 敬你 来来来 那个周哥 我也敬你一杯 祝你心想事成 裁员广继 我先干为敬了 快 你看杨大美你都干了 周哥你这男人 是不是 还用说吗 肯定得干啊 来来来来来 那个周哥 听说你全滑得不错 要不咱俩比试比试 滑拳啊 滑拳我不行吧 周哥 这小杨这么大的美女 请你滑一拳 那你还不给这个面子吗 那行 滑两拳 来来 十五二十二十 十 十 来来来来 周哥你又数了 你看看 又数了又数了 来来来来 该喝该喝 慢点来来 哎 哎 那个 给周哥倒了 周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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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醒醒醒醒 今天晚上 哥几个 陪你喝一瓶 好不好 啊 哈哈哈 哎 周哥 然后呢 后来我什么知觉都没有了醒来以后就发现那个女的睡在我旁边 当天下午 就有人约我出去 拿着给我录的视频 跟我借钱 说我要不借的话 就把视频 给我岳父 给凉雪看 说还要挂到网上去 这哪是借钱嘛 摆明了就是敲诈嘛 那视频 都拍了些什么呀 还能是什么呀 就是我跟那个女的 我记得你每次喝醉酒都是倒头大睡 怎么都叫不行 你确定 那个视频拍的就是你 不是我还能是谁呀 那个视频呢 你给我看一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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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白了 那就是他们几个人给我布的一个局 既然是这样的话 你应该去报警 而不是给他们钱 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解救你 我哪敢报什么警 我要一报警的话 我老婆 还有我岳父 不全都知道了 我觉得 你就是应该让她知道 这本来就是你自己做错了 你这么做 就是对她不负责任 现在还要瞒着她 那就是错上加错 嘉一 有些事情你根本就不知道 当初我跟梁雪结婚的时候 她爸让我签了一个协议 只要我做了任何对不起梁雪 还有公司的事情 我就得尽身出户了 她们要知道这事儿 我这么多年的努力 不都白费了吗 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没了 穷日子 我过够了 那种没有尊严的日子 我也过够了 对不起啊周章 我没想到 这几年你过得这么委屈 这事儿怪不了任何人 要怪就怪我自己吧 不都是我自己选的吗 我现在 唯一想做的就是尽快把这事儿解决了 那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梁雪是我老婆 也是公司的财务 我的银行卡还有钱 都是她管着的 我东拼西凑 凑了三十多万 还差六十多万 如果你方便 算了 我自己能解决 你就别逞能了 如果你真的能解决 还会像现在这个样子吗 不过 你也知道 我从结婚以后 就没有工作 一直都是我老公在养家 咱俩的事儿 她不知道 我也从来都没有提起过 所以 钱的事情 我只能背着她去解决 这样吧 快去凑 有消息了 我就第一时间通知你 谢谢 非幸灭的事儿 绿罪 老婆 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好 怎么和老同学多叙叙旧啊 他们都说下午有事 所以吃了中午饭我们就散了 下次再约呗 你这是开展览会呢 还是准备了一下出走啊 我那个手链不见了 就是上次你出国的时候 给我带回来的 有钻石的那一条 这不在这儿吗 是他吗 对啊 就是这条 我还以为他丢了呢 你看我这记性 你啊 你每天回来 第一件事就是摘手势 换衣服 东西都是放在那儿吗 我都记住了 你先忘了 几岁了 还能帮我试试呢 还是你的记忆力最好 我的大律师 谢谢你 李嘉宜和高杰结婚之后呢 婚姻是挺稳定的 高杰对李嘉宜呀 可谓是呵护有加 被当的宝贝一样 是捧在手心里面 而另外一边 周征和梁雪结婚之前 曾经签署了一份协议 约定呢 周征不能够做出 任何背叛梁雪的事情 否则 这周征就得净身出户 所以说从一开始呀 他们的这份感情 就是不平衡的 可以说是存在着猜忌的 而此时周征呢 因为被人设计讹诈 给这很大的压力 是敢怒 但不敢言 只能偷偷地去凑钱 但是周征没有想到 就因为这件事情 让自己和李嘉宜的家庭 再次有了千丝万缕关系 老婆 我回来了 老公 你回来了 帮我的专业书查什么的 有什么不会的问我呀 我不是在家里闲着没事吗 就随便瞎翻翻呗 那我去洗澡去了 你休息会儿 喂 你小子 你还记得跟我请安哪 什么 你说佳依依给你打电话 他 他想你自己认识吗 我知道了 我什么事 他应该要27 吹 喂 晓亮 麻烦你帮我查一下 我老婆买的那两只股 现在行情怎么样 高律师啊 高太太不是把那两只股票卖了吗 卖了 对啊 上次她来找我 让我帮她把那两只股票卖了 我还劝她呢 说那两只股票现在跌得厉害 劝她稳一稳 可是她说你们家急着用钱 当时就让我卖了 怎么 高律师 高太太没跟您说呀 她跟我说过 这段时间比很忙 我该敢忘了 那行 小刘 谢谢你啊 再见 那麻烦你帮我看一下 这些首饰一共值多少钱 好的 请稍等 请稍等 谢谢 请稍等 会儿吗 请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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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总好悠闲呐 我说我说你怎么怎么找这儿来了呀 看来周总是放了借钱这会儿是了吧 我跟你说我现在手里边没那么多钱 我正在四周跟你筹钱 我筹够了就给你们打电话行不行 你们别来找我呀 你别紧张嘛 我呢就是怕你贵人多忘事 提醒提醒你 时间嘛 我可以再给你几天 但是你给我记住了 千万别跟我说什么话着 否则的话 你懂的 周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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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赵宅 老公 晚上的餐厅 我已经这个好了 吃完饭了 咱们就去看电影 行吗 周总 人的大齐来可以开会了 今天的会议取消了 好 老婆 我以后重量的客户 必须要去见 老公 你手机要按这儿 真想给你送过去的 走了 我凑了一些钱 你先拿着吧 这钱先不急 我找了一个第三方介入 希望事情可以有转接 我想试一下 第三方 什么第三方 这帮人 这帮人只是为了钱 也不是不要置我于死地 可是 不我们也可以利用那个视频来反告他们 我们也可以利用那个视频来反告他们 告他们 我们拿什么告他们 你无非就是一个被灌醉了酒 然后呢 再陷入逃色陷阱的一个受害者 还被路上威胁 如果要说他们所犯的法的话 那可不是一条两条 你把这一番话告诉他们 你觉得他们还敢威胁你吗 嘉宜 这不是拼个鱼死网破的事情 对 我告赢他们又怎么了 不也得把我自己打进去吗 梁雪 还有他爸看到那个视频以后 我不全完了吗 他们呀 就是利用你这个弱点 知道你怕 如果你不怕的话 他们也不能把你怎么样 我劝你啊 还是赶紧去报警 你的夜长那么多 我现在唯一想的 就是能把这事情尽快地解决 能把这个视频删除掉 这是你自己的事情 你要好好地把握 陈姨 那么急找我有事啊 我觉得你可能越走越错了 我找人看过那个视频 确实有合成的痕迹 也就是说 有很多画面 是被重新剪辑 再组合起来的 这样的话 那个视频里面裸露身体出现的人 不一定就是你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我老婆跟我岳父 又不是什么专业人士 他们根本就不管 什么合成不合成的 只要画面里边有我 哪怕是我的一件衣服 他们就以为我干过那事 你不要着急 你不要着急 现在距离那天晚上已经很久了 所以呢 也就是说 你们双方没有足够可以威胁对方的条件 或者说是已经过了最佳的威胁时间 所以你们中间所谓的那个第三方 根本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如果你只是想删除那段视频的话 还不如私底下找他们谈 给出一个合理的价格 应该会比较容易解决 我想那帮人拿到了他们想要的钱 肯定会马上消失的 因为他们也担心你会反悔再去报警 他们又要去重新寻找下一个链 你上次说的那个第三方 肯定让你给钱了吧 佳怡 这事我真的很感谢你 没想到在后边 还做了那么多的功课 不过这事 以后你就不要再管了 我自己来处理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借我的钱 我会尽快还给你的 总之 这事你就别插手了 也别再做什么调查了 你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你要怎么去解决啊 我刚才不是已经跟你分析得很清楚了吗 你千万不要再轻易的去相信什么第三方 这万一又是另外一个坑呢 你不叫坑 那是律师 你不是不愿意 我没事 我是说我不愿意报警 我在想 找一个律师 总比我自己一个人想办法好不好 如果第三方真的是律师的话 应该会比我想象的情况要好 钱 我会尽快还给你的 这事 你就倒没发生过吧 我自己能解决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我听你的 钱我不急 等把这个事情完全解决了再说吧 吃吧 来 尝尝味道怎么样 还可以 怎么了 哪不舒服啊 没有 就是刚刚回来的路上 堵车堵得太久了 有点犯困了 我看你最近老是往外跑 还在忙什么呢 瞧把自己给累的 你知道的 我成天待在家里也没什么事 就是出去逛逛街 然后去诊券公司 看看股票的行情吧 跑 想跑的 小子 倾子倾什么时候给 啊 瞅瞅 你竟然背着我做这样的事情 怎么离婚吧 你谨慎出乎 滚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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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瞅瞅救我 放开他 你怎么了 没什么 没什么 做噩梦了 把头上看擦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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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在哪儿呢 好 看见了 谢谢 怎么样 跟他谈了吗 我跟他说了 说我找了一个律师帮忙 让他以后别再插手了 你现在的情况 他也帮不了你什么 他调查的东西 咱们之前都分析清楚了 之前 之所以没有告诉他 第三方就是律师 也是怕他联想到你 可是没想到 还是让他知道了律师的存在 没关系 他现在不知道我找你的事情 就算是他知道有律师存在 他也必定知道是我 我回家不谈工作 那就好 不过这件事情 真的很感谢你们两口子的帮忙 我也不是白帮你 我对你有一个要求 以后再也不要和嘉怡联系 或者见面 你可以认为我小琪或者自私 但是我确实很爱他 我想保护他 我不希望他与其他异性 有过多的接触 我不希望我的婚姻 或者家庭有任何的波折 我只是想安安勿勿地生活 这个你就放心吧 我知道怎么做 不过 你也要相信我跟嘉怡的清白 我跟他之前没有任何男女之情 就算以前 姐姐留了一点好印象 这次的事情以后 估计也什么都没有了吧 我要是不相信你 还能先调查清楚了 直接见面就该动手了 至于嘉怡借你的钱 你也不要急着还他 你他的个性 你把钱还给他 他肯定会生你的 行 这件事情 我都听你的 你说怎么办 就怎么办 回来了 吃了吗 我说你最近怎么了 在办公室里魂不守舍的 这回到家也拉着一张脸 连句话都不愿说 我跟你说话呢 你听见没有啊 你实话跟我说了吧 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有人了你就直说 你没必要回到家还朝思暮想 魂不守舍的 你能不能一天到晚在家 不要瞎琢磨呀 不要没事找事行不行啊 成天就知道一身一鬼 我一身一鬼 你有本事你就别做那些 让人一身一鬼的事 实话跟我说了吧 你跟的人好了多久了 你说你 谁呀 谁 你还怎么想怎么想 那你没办法 有个家也不得安宁 你没跟你说话 那干嘛去 起早 周深你现在越来越过度犯了你 来 来 吃苹果 我今天去你公司那边了 本来想去找你的 但是看你车迷在 你是出去了吗 今天有个朋友 找我谈事情 我就请假出去了 是什么朋友啊 你不认识 也是个律师 很久以前打过交道 是我不认识的呀 怎么了 叫你这话说的 酸溜溜的 酸溜溜的 本来就是嘛 你朋友那么多 确实有很多 我都不认识 你可别多心 是个男的 我才不会多心呢 我对你那么好 我又无担心 我老婆 就是好 我毕竟 我真的想到我 吃了 你得不成功 能吗 我不是 你真的不可以 我只是想到你 你怎么回事 你不想到你 要做什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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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们来梳理一下本集的法律问题 杨毛党四人在周征喝多的情况下故意设计并拍下周征不雅视频对周征进行勒索的行为 已经涉嫌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4条敲诈勒索公司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 回到故事里面我们看到周征因为被敲诈勒索的对梁雪做了宏盛 而梁雪原本就是心怀种种猜忌 他发现这个时候张废总是躲躲闪闪遮遮掩掩掩的 这让梁雪感到更加的不安了 比周征更加的不信任 而另外一边我们看到李嘉宜所所为高杰却并没有过度去过问 他很相信他的妻子 而李嘉宜在一次偶然中发现 自己的丈夫高杰和新月的恋人周征有着某种联系 他满心疑问的又想约周征去见个面 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他们又经历如何的考验呢 而两个家庭他们的情感关系 又能否回归到原本的平静状态呢 请别错过我们的下集故事 看普法故事品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来幕剧 我是主持人图画 再见 我就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穷小子 所以你爸才逼我签了那个婚间协议 意思是是我们家害了你 你昨晚是不是和嘉宜练习过 没有 你确定吗 你到底在做什么呀 我在做一个妻子应该做的事 小爷爷 小爷爷 小爷爷